在台湾 蔡英文政府力推新南向政策 总统府资政 中研院社会所特聘研究员肖新黄表示 最好与中国大陆积极推展的一带一路 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彼此各做各的 台湾就以扩大在亚洲的能见度和友台力量为主要的目标 肖新黄表示 杨昊建议蔡政府强化以人为中心的新南向政策 跟东南亚国家的年轻人交朋友 从过去的经济交易思维变成公民交流的价值观 做长期的布局 杨昊说 我们看到的不是2017年2018年 台湾可以从南向政策面取得什么 而是在未来的2025年2027年10年之后 台湾的身影 台湾是不是可以被东南亚的新生代的决策者 视为是一个选项 就关乎到台湾未来10年的亚洲战略 他说除了强化公民社会的能量 也可以推动政党外交跟国会外交 将过去属于联谊性质的国会 进一步发展成幕僚团队之间的对话 加强新生代政治精英的熟悉度与人际关系 推动台湾跟周边国家国会的工作 杨昊表示 如果可以连接南亚东南亚跟东北亚的民主合作网络 它可以更加的凸显台湾在我们所处的 亚太地区的正经核心定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民主合作公民社会跟人民的交流 其实是我们定义的一个所谓的三个核心 萧欣华还说台湾对一带一路不用太在意 也不用天天去想 因为中国大陆根本不会跟台湾合作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台北报道